各位,我们都喜欢一位蛮有怜悯的神 但若我们诚实反思 我们会不会因为神的宽容怜悯 而有时就随便带祂 或是轻叹祂的命令呢? 坦白说,这是罪人的倾向 就是容易藐视恩典,践踏恩典 觉得反正不轻易发怒的神 一定会怜悯我们 那么即使我们犯罪也不必太惧怕 但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出埃及记第34章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没错,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 且是赦免罪孽的 但经文也说到 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耶利米书第46章也说类似的话 因为我必从远方拯救你回来 从被掳之地必拯救你的后裔脱离他们被掳之地 我要消灭我赶足你去的列国 却必不消灭你 我要按公正惩治你 绝不能免你受罚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有怜悯的神也不免罪人受罚 所以神的怜悯不是我们滥用恩典的漏洞 无论神有再丰盛的怜悯 我们也不能藐视他的圣洁公义 因此 圣经各处都提到 尽管神是满有怜悯的 他也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人的罪 按公正惩治人 绝不能免人受罚 神会饶恕罪 却不会忽视罪 我们看到虽然神怜悯犯罪的以色列民 但他仍然因他们的罪 把他们送去被掳之地 以惩罚他们 然而 纵使许可他们被掳 神在被掳之地也眷顾他们 最终且把他们带回他们的国土 圣经要让我们明白的是 尽管神会有怜悯 但罪也一定会有后果 这也是为什么连神那么喜悦的摩西 也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 因为他曾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尊神为圣 得罪了神 耶稣必须代替罪人死的理由 也正因为罪是一定有代价的 若要神饶恕我们的罪 必要有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没错 但神也同时是圣洁公义的 必要按公正惩治人 因此有罪的人一定会受责罚 然而神的怜悯和审判并不是对立的 因为神是在他的怜悯中施行审判的 神必须保护人们免受彼此罪恶的伤害 若神不施行公义的审判 人就会任意妄为 结果就是大家都不会享有安全 神施行公义的审判 是为了让人知道冒犯圣洁上帝的后果 从而远离罪恶 另一方面 神施怜悯 是为了使罪人即使陷入罪中 也有蒙神饶恕的盼望 以致他们不会在罪中一蹶不振 无论如何 神不管是施行审判 或是施怜悯 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 人们会赞美神审判罪恶的公正 也会赞美他对罪人的怜悯 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 但也是公义的神 那么神是更有怜悯还是更有公义呢 他会以怜悯还是公义对待我们呢 其实两者都有 但除非我们认识到 神会多么严厉的惩罚罪恶 否则我们就不会感激他的怜悯 我们要知道 神不会为了他的一个属性 而妥协另一个属性 神不会为了要施怜悯 就妥协他的公义 但神是怎么融合他的怜悯和公义呢 神要如何向罪人施恩 饶恕罪人 但又维持公义 并审判罪恶呢 答案就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神的公义 与怜悯的交集处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罪人受死 还清了罪债 所以神可以向信主的罪人施恩 饶恕他们 并使他们应信称义 这就是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所以神是公义的 也是使人诚意的 其实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 都喜欢关注神的怜悯 却常忽略神的公义和审判 但我们两者都当纪念 当我们被罪试探 而很想犯罪时 我们要提醒自己 神必追讨人的罪 按公正惩治人 绝不免人受罚 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绝不要试探神 然而若我们已经尽力 抵挡罪 却还是跌倒 我们也当记得 神是有丰盛的慈爱怜悯的 所以我们还是能来到他面前 认罪 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罪恶 然后重新追求圣洁生活 无论如何 让我们都不要轻视神的公义或怜悯 因为这两者都是神永恒不变 毫不妥协的属性